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以后还会不会来我们店里啊 你要我去吗 如果你想我去 我就去 小秋啊 我知道你亲我是为了安慰 如果你的胃不好 这种物变态以后不要乱吃了 你呀 你吃素 要不然这脑窗也真应该尝一尝 你少试点 好不乱了 帮你整理 这样好看多了 没事 小官 我想告诉你 虽然呢 你现在在创业期 可能会比较艰苦 但是你并不孤独 因为有你陪着我 不只我一个 惊喜 惊喜 我们集体支持人头问你来了 是小秋一个一个找我们来谈的 要不马上给她封个关 测缓主要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我要晚了 我没有凑过那个 重翻译举手表决的环节吧 这么重的时刻怎么会少了你嘛 小秋啊 我 我知道了 你呢 是一个好领导 所以你呢 一定会带着我们突出重围 以后我们的公司啊 都要翻翻的 对不对 对 对对 我看你给丽莎的翡翠算是白送了 今天接个打电话来 说方氏拒绝把风拳弯的项目交给九通 电话一挂完 就听说 那校官被丽莎算计了一把 爷爷不是把那个 九通的合约取消了吗 这校官一急啊 接受了这天顺的一大笔投资 然后天顺就变成了 九通最大的股东了 没想到天顺 后面最大的老板就是丽莎 那个丽莎一通电话打到天顺去 这校官就被掰掰了 她蛮狠的嘛 我问你啊 校官真的是丽莎的亲儿子吗 我只知道 丽莎凤这个人呢 惹不起的 当时啊 她接受方氏的时候 有多少人等着看笑话 可谁知道这几年 方氏的股票翻了好几倍 总而言之啊 我们白忙一场 现在校官跟你一样 失业喽 她真的失业了 听说啊 她找了那个陆万东 要重新开一个公司 借用华智的关系啊 东山再起 你上次说 华智 在寻找投资 嗯 季川 你帮我一个忙好吗 哦 能能能能能能能 这事情你管不着啊 一页机票已经帮你订好了 这个礼拜天 我知道 请不吝点赞